炸豆沙苹果圈 选用去皮的苹果、豆沙 白糖、面包渣、面粉 鸡蛋和油 先将苹果切去厚皮 切成片 中间改成菱形圈 中间改成菱形圈 然后将豆沙抹入苹果圈内 将两个苹果圈合在一起 粘上干淀粉 再粘上全蛋 然后裹上面包渣 炒勺内做油 当油温升至四到五成热的时候 将豆沙圈下入勺内 炸至金黄色时捞出桩盘 这道菜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色泽金黄 口味酸甜脆香 营养丰富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